埃厄德这次被送到了婆罗州的丛林 这是他为了证明自己能在世界级艰难环境中生存 特意加的戏 一如既往的开场 没有衣服 没有裤衩 也没有一根头发 真正有实力的人就是这样 变突才能变强 没有刀和其他工具 吃啥都得自己找 他真的把自己活成了最原始最纯真的模样 埃厄德这次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活下去 他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 今天这班就得上得舒舒服服的 那才叫过日子 出发前 埃厄德向当地的一般部落族人学了几手 为了学到更精髓的知识和姿势 他还特意虔诚的穿上了大裤衩 乍眼一看 大家都快不认识了 刚落地没多久 埃厄德的脸就像是被揉皱了的一团纸 还是被人用脚使劲踩踏了几下子的纸 因为这里实在太热了 气温接近40度 如果此时能够捡到鸡蛋 或许还可以在头上摊个饼 做个行走的平底锅 埃厄德现在才呆了没两分钟就直呼不行 每小时流三升水 这速度 自产自消都跟不上节奏 还只能下山看看碰碰运气 争取还有力气能够走到河边找点窝头 落地时间选的不够精妙 还有三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 要赶在天黑前找到住的地方 不然就只能和毒蛇蜘蛛蝎子这些家伙 在一起睡觉了 为了保证自己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 埃厄德抓紧时间赶路 当走了没几步 蚊子的3D立体环绕声响 就在他周围响起了 光听着嗡嗡嗡的震动声 就想让人拍巴掌 和埃厄德预想的一样 有蚊子的地方就有水 只是这条小河和他的脚掌一样宽 再靠近一点都快把它截断了 仔细一看百高兴一场 这是不能喝的死水 因为里面有可能藏有细菌和寄生虫 在还可能保命的情况下 不至于冒险尝试 埃厄德现在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于是赶忙下山 刚走没多远 就听到了哗哗哗的流水声 埃厄德疯狂撸嘴心里狂喜 留的青山仔不愁没柴哨 说完柴就来了 找到谁之后 他就开始找窝了 刚看到一棵比他还壮实的树 结果轻轻在底部一刨 就出了数十只小蚂蚁 他决定放弃这棵树 重新找地方住 大象都暂且怕小老鼠 按这个比例类比 埃厄德逃避小蚂蚁也无可厚非 他换了一个地方 想把周围的小树给他们换个姿势 搭了一个网格球顶式的帐篷 树根和藤蔓就是不错的工具 出门在外 一向佛系的埃厄德要求不高 只要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了 简单粗暴 他的水健康不健康不知道 他承认有堵的成分 但是他堵对了 反正这水喝着感觉挺干净的 然而那之后才是噩梦的开始 身边的蚊子一直温温吵个不停 按了环想关机键都不起作用 埃厄德感觉自己都快要喂饱蚊子上下十八代了 可能离输血救援还差点罢了 在忍受了一晚上蚊子的大肆摧残后 他终于决定生火了 当然那也不只是为了给蚊子亮灯 还是为了给即将盗嘴的青蛙一点燃料 还没出发 他就感觉自己的摄像机故障了 丛林里湿度百分百 再加上气温高 摄像机进水是很正常 现在呕吼的是 不能看到自己油光发亮的鲁蛋头了 他走了很远的地方找了河 还去一个废弃的训练营 捡到了一些金属丝和塑料皮 还有绳子和其他装备 能在求生过程中捡到空头补给很重要 说不定有时还能起死回生 心灵手巧的埃厄德安排上了钻木取火装置 只不过这东西看上去简单 钻钻木头就能引燃 但实则相当费劲 不仅需要大力出奇迹 还需要持久力 然而刚过几分钟 埃厄德就投降了 他来这儿很久了 还没有吃东西 没有体力的他自然是不行的 但是认识到自己不行更可怕 他的免疫系统因为得不到充能 逐渐降低了防御力 身上摔伤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 继续在丛林里到处走 可能会感染 想要改善状况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吃点东西补一补 当然食物营养价值越高越好 他找到了一根生姜 先吃点香的暖暖味 然后才是脆生生的棕绿心 但光吃素容易营养不良 他还特地找了一些荤菜佳料 比如还在草坑里睡懒觉的小蛆虫 看着小小的单位蛋白质含量远超牛肉 而且还有更高的卡路里 比吃牛肉性价比还高 可能因为他体积实在太小了 还没尝出味儿 他就在嘴里没了 埃厄德感觉这下索然无味 于是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之前的他了 吃了两混一素的话 他感觉自己又可以了 于是赶忙钻木取火 这下火星子出来了 可问题是没有足够干燥火熔点火 哪怕他做少女祈祷状都快把肺吹出来了 也没有任何作用 他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伙食问题 勉强用瓶子做了一个捕鱼的陷阱之后 他就回家躺下了 现在他能找到的 吃的只有棕榈性和一些树枝的树叶 等了一会儿 他去验收陷阱成果 瓶子里有一只小虾 不过在不远处 他看到了别人留下来的同类陷阱 里面有鱼有虾 看上去还比较丰盛 感谢这位以前路过的好心人给他支援 埃尔德二话不说就生吃起来 反正这些家伙还是活的 那应该就是没病 没病就可以生吃 等以后咱家有火了再煮熟了吃 他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 理智在现在并不适用 毕竟只有肚子饿了是真的 回到营地 又到了让人抓狂的胃蚊子缓解 还好今晚埃尔德早有准备 收集的棕榈叶都能拍上用场了 他把自己埋在了一大堆棕榈叶中 可恶的蚊子总能见缝插针 吵得他浑身难受 埃尔德是个知足的人 这种状态对比前两天已经舒适多了 于是他度过了一个将就圆满的夜晚 一大早神情气爽的他又有劲生活了 他疯狂拉动拉杆 然而真实大力出奇迹 他的拉杆绳子被他崩断了 怒气直加一的埃尔德扭了扭脖子 这拉杆要是个人的话 肯定得和他打一下 不过埃尔德一向是讲道理的人 他开始意识到 现在再执着于火种的问题不太好 当前的任务是找个足够保护自己的住处 除此之外再想办法也来得及 说干就干 等了一个光年 埃尔德的别墅开始搭建了 瞬间空间大了一倍 遮阴避雨都不成问题 有了大房子 埃尔德又来劲了 堵上剩下所有的绳子 他也要拼一次钻木取火 很快火星子冒出来了 他赶忙地地上比之前干燥了一点的火熔 继续跪拜祈祷生活 真正的火苗在烟雾中蹦了出来 埃尔德兰高采烈的大吼大叫 全体起立 看这种弃而不舍敢于拼搏的勇气 就是希望 就是格局 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两分钟后呢 埃尔德终于意识到 现在不是显摆的时候 才嘿嘿嘿的到处去找柴火 嘿嘿嘿 今晚有大烤虾吃了 今晚可以不喂蚊子了 笑完还恶龙咆哮一声 不过剩下几天到底吃什么过日子呢 旁观者都生怕埃尔德把火苗吓灭了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挫折 才有这样的成功 笑得像个吃了三斤饭的孩子 不过分吧 紧接着呢埃尔德把从军队训练捡来的罐子呢 做成了临时煮饭过 在奔波了四天后 他终于喝上了第一口热水 里面还泡了一根深浆做调味 是个讲究人 没错了 有了火之后呢 埃尔德的精神状态呢 非常振奋 他渐渐被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晚上呢 有大棚 有烤螃蟹 没有蚊子 一切都那么和谐 自然让人想高歌一曲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四天呢 埃尔德已经把这里的生存基础要素呢 都已经掌握了 他想去寻找更大的生殖空间 他朝山下走 遇见几个池子 放心的进去泡了个澡 泡了个澡的埃尔德呢 感觉自己神采飞扬 没头发都能感觉到一股 一世独立热爱自然 和山水融为一体的摇摆和漂移感 现在呢 他要去别的地方看看 不知道这里的山水 能不能给他挣出点新花样 在丛林小道里呢 有很多动物的痕迹 甚至还有特别的气味 或许呢 这时候呢 可以做点陷阱 整点猎武补补身体 他找到了最清晰的动物足迹 准备从这些手指长度宽的小镜下手 或许呢 还能捡到一只新鲜的活蹦乱跳的小鹿 埃尔德呢 随手就拉了一根树苗 掰了一段铁丝 做成了一个压力触发器 看上去简易 但是做工精致考量 当动物不小心踩上去 陷阱就会弹起来 如果呢 小鹿子碰到了 就会被挂在树上 这就是理想效果 回到营地的埃尔德 发现活种险歇灭了 他赶忙来一手回春树 力挽狂澜 环境一切都还好 只是脚底的小伤口 有些不太妙 他看上去呢 有些发言 在军队啊 这种症状被称为丛林脚腑病 是时候好好保养一下身子骨了 他找来了藤蔓和树干 临场发挥 给自己做了一个调查 简易是真的简易 下了床呢 都能看到后背上勒出的红叶 但能躺下就足够了 丛林里还要什么自行车 现在呢 该考虑食物的问题了 埃尔德呢 抓了一只小甲虫 味道很脆 很值得回味 就是分量太少了 还不够塞牙缝 突如其来的雨呢 打断了他的计划 因为摄像机不防水 他只能回营地躲雨 刚坐下就发现 吃饱喝足的水质呢 都快在脚上睡着了 处理好水质之后呢 他才安心睡觉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陷阱里抓住了猎物 他寻思 自己不会是和大自然通感了吧 然而 他到陷阱时 抓了个寂寞 修复了陷阱后 他还顺便给自己的脚包了一层布料 以防更严重的感染 埃尔德想起粪便 能够吸引鱼的事 于是呢 他因地之意 用捕鱼的塑料瓶装上好料 没等多久就抓到鱼了 只不过 他生怕胭脂入味了 要好好洗干净才行 当然 游动机的想法也被他摒弃了 就连自己都嫌弃自己 不过 他的生活却是一直在变好 转眼就到了第十天 埃尔德呢 感觉自己有点膨胀了 因为他通过丛林生存十天的考验 埃尔德兴奋地走到下游 找到组织 和他们一起回家了 埃尔德呢 外号名不虚传 不知道下一次见 又会饿几天 好了 今天的埃尔时间呢 就此结束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下一期 我们继续挨饿